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家瑜 今天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我们都会特别的邀请晚安琪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带着我们大家好好的赏西牡丹亭的文本 安琪老师你好 你好 嘉瑜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想在今年的第一第二集 大家听了安琪老师介绍的牡丹亭 好多人都好感动 但是说实在光是这个字意本身 对于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讲 大家就已经觉得哇 好难理解了 真的很难 因为我们我想我们很多朋友都看过现场演出的牡丹亭 不管是哪一位名角演的 大家看的时候都觉得声段好漂亮 音乐好好听 就连那个剧本的文词 我们只要瞄一眼字幕就觉得赏心悦目 可是问题是我们只觉得一片美 可是到底这每一个字是什么意思 很多朋友很难去深入的体会到 有的我听很多朋友讲说 我们看那个中文的字幕只觉得漂亮 可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后来他们就干脆看那个字幕上的英文翻译 因为反而直接了当告诉我们 他现在在说什么 他现在在做什么 是 那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可惜 因为这个中国戏曲的歌舞乐跟诗 绝对是要完全结合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戏不能够只看剧情 也不能够只看表演的身段歌舞 那个剧情常常是透过唱词曲纹 来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 所以曲纹是我们阅读昆曲剧本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一个大块面 可是这部分真的是很难 所以谁懂牡丹亭 其实我们都不懂 我们没有人能够说我懂牡丹亭 所以我今天来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紧张 因为之前就可以跟嘉瑜聊 那今天好像不能乱聊 今天不要聊的引经据典 对我们也不要太引经据典 也就是我们来读文丹亭的曲纹 汤贤主原来剧本的曲纹 可是我想我们的重点不是学术考证 所以我不会用学术的角度来跟各位讲得那么严肃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爱上牡丹亭 爱上昆曲 所以我就尽可能把汤贤主那个文词里的美感 跟文词里要传达的意思 能够跟各位来分享 那当然很难 所以有的我也不懂 我也要读很多的这个参考的注解 说不定也有讲错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都跟听众朋友 就是我们尽量可以有交流的时间 只能说是分享了 是是是 哇真的牡丹亭这么美 我自己去每次去读那些文字 都觉得每个字都很漂亮 结合在一起说实在 我真的不是那么理解 真的要透过像是上次安琪老师那样子 带我们一句一句的读 才发现哇每一句里头 真的那个情感高低起伏 非常让人惊叹 好多层次 是是是 所以说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 建国功成跟爱乐 竟然有这样的壮举 能够全年在这个节目里讲牡丹亭 这实在是壮举 能够把昆曲 把牡丹亭 把汤贤祖 这么深刻的介绍给听众朋友 实在是很不容易 那么我们 所以也就是我们是有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周 是 好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牡丹亭的曲文 所以当然不可能55出全部介绍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把舞台上 长眼的那些折子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比较关心的折子 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如果按照剧情的顺序来讲的话 一开始大家大概都会看的就是归熟 对 归房里的私塾 是 我们又叫学堂 对 应该是从学堂开始 看到油园金梦 在汤贤祖的原著里面 第十初 初目是叫金梦这两个字 可是在舞台上演的时候 是把汤贤祖原著的金梦 划分为两半 前半叫油园 后半叫金梦 是 所以按剧本的顺序 我们应该是跟各位先讲学堂归属 然后讲油园 再讲金梦 接下来可能是寻梦 然后到写真离魂啦 然后到这个后面还有小生的实话教话等等 可是我在想 任何听众 每一位听众最关心的 应该就是油园 对不对 甚至我们不会唱昆曲的人 也都会哼那么两句油园 几乎变昆曲的国歌 对对对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第一次来 来上牡丹亭国文课 是 那我们从油园开始好不好 好 太好了 今天一开始不要先进入私塾 我们先去花园里玩一趟 对对对 太重要了 我们要先要到花园里面 领略那里面爱情的氛围 好 所以我们今天头一次 我们就从牡丹亭的第十出 金梦的前半 那在剧场上称为油园 好 我们来跟各位一起来读一读油园 好 可能很多朋友会唱 而且甚至登台演过 可是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个曲文 杜丽娘一出场 一开口 唱的影子曲 绕地油 开口四个字 梦回音转 哎呦 那就美得不得了 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 在活动中心经过昆曲社 一听里面在唱梦回音转 哇 你就觉得全身骨头都酥了 就很想踏进去 想学 对不对 可是后来我没有恒心 我没有学完 可是梦回音转 乱煞年光变 这几个字始终刻在我的心里面 这是汤贤祖的生花妙笔 真的是写得太好了 可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梦回 回来的回 梦回其实指的是梦醒 我们睡着了之后 一觉醒来 所以梦回是梦醒 我刚刚醒来 我就听到音转 黄音的叫声 所以我眼睛一睁开 梦刚醒 我就听到园子里面 整个都是黄音的音题婉转的声音 所以你想这种第一句是从声音的感觉 来抓住我们观众跟读者 所以梦回音转 那我们想想看 在舞台上这位杜丽娘 她是什么打扮呢 她刚睡醒 刚睡醒 不可能 不可能很写实的演出 那个穿着睡袍的样子 披头散发 不可能披头散发 没刷牙 没洗脸 不可能 我糟糕了 她一定是 已经打扮的 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漂亮的出来 可是呢 照上一件斗篷 就表示 我披着浴袍 好像穿着morning gown的样子 我就是我还穿着浴袍 虽然我里面都已经穿戴整齐了 可是我是以一个刚睡醒 披着浴袍的形象出来 而头上呢 所有的拆环首饰都戴好了 却不让观众第一眼就看到 所以在那些戴好的 整个头包好 梳好了之后 再在外面 扎一块布 扎一块包头巾 所以一出来 那个形象啊 是又完整 是绝对不是 只化妆了一半的 是绝对是打扮到 已经十分的饱满 十分的美丽 可是却用包头巾跟斗篷 让观众体会到说 她是刚刚醒来 那么这个是服装上的 然后动作上 身段上呢 梦回 梦回的时候 她会 我们这样讲大白话 伸懒腰打喝浅 她要做一个 戏曲里 昆曲里的伸懒腰 打喝浅的身段 哇 这昆曲就厉害 哪怕是伸懒腰打喝浅 都能够做到 那么婀娜婉转 是 所以她一定是 两只手轻轻的搓一下 就在手腕的那个下面 这样搓一搓 然后轻轻的揉一揉眼睛 就表示我现在是在揉眼睛刚醒 这样子 所以打完喝浅 伸懒腰 揉揉眼睛 然后 我们就看到有的演员演的时候 眼睛就发亮了 因为听到 音笛婉转的声音 所以她的眼神 就望向室外 望向花园里 所以此刻的杜丽娘 人是在闺房里 刚起床 可是她一唱 梦回音转 到音转 她的心 已经要飞到外面去了 然后下一句 乱煞年光变 年光 年龄 全年的这个年 可是年光的意思是春光 因为当下我们是春天 乱煞 乱煞不是指乱 而是热闹 热闹极了 是 什么东西那么热闹呢 就是音笛婉转声 就是黄音的叫声 黄音叫的遍地都是 散播的春光 年光 遍地都是 所以乱煞 年光 遍 遍地都是的遍 所以从声音 音题婉转声 从声音写起 然后让我们看到 杜丽娘的眼神 已经人在室内 闺房内 她的眼神已经望向外面 似乎已经看到 整个春林大地 而且顺着黄音的叫声 春光似乎就具体起来了 所以由听觉到了视觉 所以唐显主好厉害 让人着迷 才两句而已 对啊 梦回音转 乱煞 年光 变 所以她的心已经飞向外面 眼神已经望向外面 可是 接下来回到眼前 我的人在哪里 我还在 规格中 所以下一句是 人 人立 小庭 深院 我还在 规格中呢 我还没有走进 那个外面的春光里面 所以这个影子曲 在一开头唱的这种 散板的影子曲 杜丽娘唱三句 那前两句 是一直往外放的 第三句 人立 小庭 深院 稍稍有点收回来 就是有一个 跟前两句 是一个对比 是 我的人 还没有出去呢 而我今天 要去游园 一个希望 在 在等待着我 是 然后杜丽娘就转身 好 归座 她去坐下 然后那个 丫鬟春香 就出来了 好 春香当然活泼的多 好 然后春香 接着唱 这个影子曲的 后面三句 所以影子曲 总共六句 那么春香接 后面三句 住进尘烟 涛残秀县 任今春 观情 四去年 这也是 好漂亮的句子 那可是什么意思呢 住进尘烟 那个住 不是木头的木 而是火之边 火之边 一个主人的主 所以它并不是 一柱香 那个柱 而是动词 住进 就是我点香 火之边 一个主人的主 是我点香的意思 那么住进 尘烟 尘水烟 尘水香 这个是以前的 闺房里面 必有的陈设 就是香炉 以前那个女子的闺房 各位如果去读诗 或者是词 尤其是晚唐五代的词 那里面 通通都是写 女孩子的闺房 那个闺房 香炉 是一个必备的 不是装饰品了 那根本就是一个 必备的陈设 而香炉 非常的精致漂亮 有的做成那种 那个动物鸭子的样子 所以有的做什么什么的样子 所以有 它都用这个金 金眼 因为黄 铜嘛 所以金黄色的 然后有的是鸳鸯的样子 有的又是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鸭子的样子 所以都叫金什么什么鸳鸯之类的 所以名词都好美 所以香炉 在闺房中是必备的一样东西 香炉里点着最好的香 沉水香 所以春香一出来唱的就是讲 因为它是丫鬟 是 它要做家事 所以它要帮小姐整理这个闺房 那么这个香炉是它要去整理 每天要换香 你一注沉水香点在里面 点完了要再换一注 再点一支 所以这个词呢 写的是春香的工作 可是它的作家式的工作 写到这么漂亮 而且里面还有意思 它讲了什么意思呢 注尽成烟 就是我们闺房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香炉里一支沉水香 点完了我再点一支 再换一支 然后一支完了再换一支 就是这么的循环单调无聊 所以它写作家式意思是写的循环 无尽的循环 无尽的重复单调 所以规格中女子的生活好无聊 无聊 其实讲无聊 可是它用注尽 尽是完了到尽头 一注香点完了 我再点一注 这个意思 而且不只用这一句 不仅用注尽成烟 还有第二句 一个四字句 这两个四个字的句子 做对账 下一句是 抛蚕袖线 归房里还是做家式 我要刺绣啊 是 绣线 我们现在有没有刺绣的经验啊 现在都是一坨一坨的嘛 对对对 要把它分开 分一股一股 对一股一股的 那我们一坨线绣完了 绣线一坨绣完了 就把这一坨 绣完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点点尾巴 也要把它丢掉 你不可能再重新穿针引线了 所以一坨线绣完 丢掉一坨 换另外一坨 继续绣 所以抛蚕绣线 抛弃 把那个剩下的那个线尾 把它抛掉 所以我这跟那个前面注尽成烟 完全一样的写法 所以这两个四字句是对账句 好那很美的对账句 你看我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一注箱点完 那换一注 然后一坨线绣完了 再换一坨 无尽的循环 重复单调 而可是他用这么美好的 用动作来写 闺房中的无聊 就如同我们可以用一句唐诗 来形容 就是如果我们要形容 整座山 一点声音都没有 非常非常的幽静 如果我们要形容山 非常的幽静 那我们是写 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还是什么 这句唐诗叫 鸟鸣 山更幽 要写幽静 你反而要有一点声音 有鸟叫声 就是如果我们拍一个短的一个片 的录影片 可能一开始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那可是听看的人是疲乏的 是没有感觉的 不会感觉到他幽静 可是你忽然要有一声鸟叫声 然后又没有了 再过一会儿才有一声 可是我们就觉得 哇 这个山真的是幽静 所以鸟鸣 山更幽 对不对 所以用声音来反称 他的无声 反称这个幽静 这种修词法 就是汤贤祖写 借春香之口 来写我们规格中的人 实在是无聊死了 就是住进尘烟 抛残秀献 然后这一组对账剧完了以后 要有一个总收述 任今春 观情四去年 这个任 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用 就是任凭什么的那个任 就是任何人的任 下面加一个心 心我们心脏的心 这个字现在很少用 可是在这个圆明清里面 我们常看到 它是一个如此地 这般地 这样子一个词汇 所以任今春 如此地这般地 所以春香唱着 我们的生活就是 我们的生活就是金春观情四去年 观情就是观心动情 它没有写关心 它用的是观情 就是观心动情 所以这句其实是金春观情四去年 前面加一个任 任金春观情四去年 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地 这般地 金春观情四去年 那么什么叫金春观情四去年呢 就是每到春来 我就会观心动情 看外面 听外面音题婉转 看外面春林大地 我的心是不是就有一丝波动呢 然后可是我波动了 期待了 期待了一阵子 三个月春天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是那么单调无聊 我又回复到原来的生活 所以每到春来 我的心波动一阵 然而也随着春去 而复归平静 所以就是网字观心动情 我们每就是也跟这个一炷香 玩了换一炷香 然后一坨线玩了 换一坨线 一样的 任金春观情四去年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才只讲了一个影子 就是六句 才六句 汤贤祖太厉害了 他的每一个字里面 都有很多层意思 所以光是影子 对不对 还没有唱到正式的 那个过去 他就影子 可是已经把小姐的身份 丫鬟的身份 要游园前的那种期待 统统都唱出来了 是 好 影子曲唱完了以后 有一点对白 然后就是 我们今天的目的 就是去游园 好 等了半天就等今天 所以那个小姐去叫春香 把静台衣服取过来 我还是一身睡衣的装扮呢 所以你把静台衣服取过来 我要准备跨出我的闺房门了 所以春香去取静台衣服的时候 小姐就看看外面 然后赞叹了一声 好天气耶 外面真是春光明媚呀 是是是 和孩子呀 作词 打声 重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欢迎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晚安琪老师 来跟我们仔细地聊一聊牡丹亭 不过被老师这样一讲才发现说 真的汤贤祖的作品字字珠鸡 我们刚才讲了半个节目 才六句 但是已经看到好多的心情 好多的画面开始铺陈出来了 是是是 它真的才是一个影子曲 而且它还穿了一身水衣 还没有梳妆打扮 春香刚把静台衣服拿上来 而杜丽娘的眼睛已经看向外面 好天气也 然后她开始唱 下面这支曲子叫步步骄 然后这支曲子是要连着唱 再下一支曲子 最福归 好两支曲子连在一起唱 而内容唱的是什么呢 头一句步步骄的头一句是 鸟情思吹来闲庭院 摇样春如线 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两句 可是情思 那它剧本上写的是晴天的情 丝就是丝绸丝线的丝 那么什么叫情思呢 就是这时候杜丽娘不是看着外面吗 在庭院中 在院子里面 花园里面 空气中充满了落序油丝 凡是有花木的地方 都会有一些 有的是花木的那种断絮会飘下来 然后也有一些昆虫土的丝 所以空气中是充满了落序油丝 可是这些落序油丝 平常看不清楚的 那一定要在晴空中 历日晴空中 天光明亮的时候 我们才仿佛在空中会看到落序油丝 所以汤贤祖描写这个叫做晴丝 用晴天的晴才看到的这些落序油丝 那么他前面用了一个形容词 鸟晴丝 这个鸟 就是小鸟的鸟下面是确实一个衣服的衣那个字 鸟晴丝鸟是浮动的 就是我们的走路如果非常的鸟挪鸟 鸟纳就是阿罗多姿那个样子 是浮动的飘动的 所以飘动的晴丝 所以你想空中的落序油丝 在晴空中可以看得清楚 而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随着风吹在那边飘移浮动的 这叫鸟晴丝 所以杜丽娘向外看 看到了整个庭院中 有一种晴丝在浮动着 所以鸟晴丝吹来咸庭院 整个庭院中浮动着 漂浮着就是这些晴丝 而我们别忘了 汤贤祖写的是晴天的晴丝绸的丝 而唱 演员唱跟观众听 却是情感的情 思想的思 所以很多这种诗词曲 常常利用这种音相同 我们叫谐音 和谐的谐 用这种和谐的音 相同的音 用同音 谐音的关系 来把这个意思做双重的 所以明明写的是空气中的 落序游丝 可是我们听到耳朵里 却是浮动的情感跟思想 满步在花园中 所以杜丽娘看外面 看到的是鸟晴丝 吹来咸庭院 所以只要跨出 我的闺房的门槛 外面就是一个情感跟思想 都在浮动着 都在召唤我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里充满了动作性 好像就要把它吸出去 引出去一样 而用的只是一个同音的关系 所以表面看起来是在写景 写得那么细致的景 表示春天的这个春阳 是这么样的亮丽 所以我才可以看到那些细致的景 可是其实是由写景 写到了情感的一种吸引力跟召唤力 而第二句呢 还要再加强渲染 还可以再加强 摇样春如现 春光如同丝线一般的摇样 你看第一句只用鸟 第二句是整个 所以第一句它的视线 可能只从它的规房门 看出去的那一个长方形的空间 可是接下来它想象 整个外面的世界 是摇样着春光 如丝线一般的 就在那里召唤着我 所以这第二句是对第一句的渲染 加强 所以杜丽娘本来坐在椅子上 她这一刻忍不住站起来 要迎向春光的召唤 可是不行啊 我还没有梳头呢 还没刷牙齐脸 还没换 还没有换 所以下面的词 都是有动作性的 所以这个有很多朋友 看这个戏曲的词 会觉得好奇怪 你为什么把你的动作唱出来 就是我用手开开门两扇 这也是一句戏词 为什么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我干嘛要 你明明你去做动作就好了 干嘛要唱呢 其实这就是戏曲的特色 我一边唱一边做我的身段 所以很多唱词是在形容 我自己的动作跟方位 所以我的举动全部由我自己唱出来 那么接下来你看杜丽娘 站起来的要迎向户外 往前走两步 自己想到不行 她就唱停半晌 等一等 她不是叫别人等 是叫我自己 自己等一等 叫我自己停半晌 停片刻 也是叫观众等 你们不要以为 我就这样出去游园了 我还要梳妆呢 所以我叫我自己停半晌 你们也等片刻 所以这个是台上跟台下的那种互动 就是我们要把很多戏 我的戏 心里的感情 我身上的戏 要明明白白的交代给观众 这样子台上台下 才有一种共同呼吸 所以我停半晌 观众本来要往前 身子往前叹了 也会一停 我讲得很夸张 可是你可以想象 整个剧场里面 台上的一停 台下也是往前 然后忽然又停住 所以看这种戏曲 昆曲 昆曲 金剧 各种各剧种 魅力就在这种地方 它不是那个 只有念白的现代剧场 只有说话的时候 当然也有它的节奏感 可是有唱 更明显 要靠这个 跟台下互动 然后营造一种 整个剧场里的一种 共同的呼吸 是 好 而下面这几句词 写得好好 停半晌 整花垫 等一等 等什么呢 你看观众也在抬头看 干嘛叫我等 等什么 他好像回答观众一样 我要 我要整理整理 我头上的鲜花 跟所有的沾环手势 你们别急 等一等 等我整花垫 等我把头梳好啊 我们女孩子出门 好 头梳好了以后 要擦簪子 然后要带鲜花呢 要花好半天的时间呢 等我化妆 好 你们等一等 来 我就整花垫 给你们看咯 好 所以那种感觉好亲切 那个剧场是 是这样的一个亲切感 好 停半晌 整花垫 于是杜丽娘就走向 桌子前面 这时候舞台上 刚才春香不是去取了 镜台衣服过来吗 所以这个桌上 台上的桌上呢 有一面化妆镜 有一面镜子在那里 桌上有一面镜子 春香的手里 也有一个手拿的小镜子 好 那么下面的身段呢 那我先讲文词好了 下面的文词是 莫揣灵花 偷人拌面 以斗得彩云篇 这三句啊 我念 大家听可能不太懂 如果您手头有这个剧本 或者您网路上查一下 看到那个字啊 就比较容易懂 停半晌 整花垫 等我化妆 莫揣灵花 莫揣 没有揣磨到 揣就是揣磨的揣 莫就是没有 没有 莫揣 没有揣磨到 没想到 不料 不易 不料 不易 没想到 灵花 就是灵花镜 镜子 镜子以前都说是 我们叫灵花镜 因为那个镜子四周 有很多的装饰 没有想到 灵花镜 偷人拌面 灵花镜 怎么会偷人呢 这讲的是什么呢 哎呀 这句我觉得 汤贤祖写的实在是 太妙 太细致 太可爱了 杜丽娘 这么漂亮 一个大美女 她现在 要游园之前 她自己来 对镜梳妆 所以明明是 她自己 走到镜子前面 对着镜子 看着自己的脸 要来梳头 哎 结果 她却在镜子里面 发现了 一张 这么美丽的容颜 她吓了一大跳 哪来这么一个 大美人啊 谁啊 哦 我 就是我 我这么一个 大美人 怎么出现在镜子里面呢 哎呦 我怎么那么美啊 真不好意思 看我自己 太美了 我这种感觉 我从来不会体会 我不晓得美女 家瑜一定可以体会 美女都会 你对着镜子 看到自己是 这么美的时候 是不是 第一个感觉是惊喜 可是你会凑上去 再看自己 有多美吗 不会 惊喜之后会害羞 太美了 自己都不忍心看自己 然后就会闪躲 所以惊喜 然后娇羞 闪躲 躲躲闪闪 可是又忍不住不看 再凑过来看一看 所以镜子照到我的半张脸 哦 好可爱哦 对不对 我们要请那个 天下的女子一起来想象 是 假设我是美女 假设我 哦 在镜子里突然看到自己 那么漂亮的时候 我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什么样的动作 哦 我一定第一个就是先躲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好害羞哦 然后呢 又忍不住 回过头来看看 哎呦 这个眼睛 鞋飘过来看看 然后再闪开 然后再凑过来一点 再看看 哎呦 看到半张脸 然后明明是自己照镜子 惊觉自己的美 然后躲躲闪闪 只照到半张脸 可是他去埋怨这个镜子 哦 你看明明是自己动作的主 主导性是我自己在躲闪 是 可是他却变成我在埋怨你这个镜子 就是你这个镜子照出我这么漂亮的脸 然后偷人半面 你偷了我半张脸去 那为什么要骂他呢 因为你只偷了我半张脸 所以以斗得彩云偏 所以招惹的我 把我头上的那个云环物病 我头上的法剂 书歪了 所以彩云偏 偏了歪了 都是你这个镜子 你作怪 只偷了我半张脸 害我没有完完整整的照到 所以我梳头 把我的法剂给书偏了 书歪了 都是你 好可爱哦 我觉得汤贤主真的好可爱哦 他怎么那么懂美女的心啊 他怎么这么会写啊 好会写哦 其实文词字漂亮哦 然后你想想看那种 那个美女往往就会 就会私下抱怨 哎呦我这么漂亮 怎么被你照去了嘛 要照又只照半张 你看嘛 头发都书歪了 都你啦 撒娇了 撒娇了 哎可是杜丽娘 她现在16岁 16岁她生平第一次照镜子吗 当然不是 对 可是是因为她即将有缘 即将从规格中的女子 变成花园里的女子 这个身份差别太大了 我即将由规格踏入花园 所以在这一刻我才精觉生命是这么美好 如果今天我没有一个要踏入花园的可能性的话 我永远闷在闺房里面 永远就是住进尘烟抛残秀线 永远就这么单调无聊 我连自己的容颜生命的美好 我都不会自我体察 可是今天不一样了 我即将跨出门槛 走进一个有情的生命 春光的召唤 所以此刻我对近梳妆 我才精觉生命是这么的美好 怎么容许她轻易的轻忽呢 所以就是她每一句都安置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 可是这几句还是我要再解释一下 以斗得 以斗得的意思就是招惹得 惹得我 你害我你惹得我你惹得我 踩云偏踩云 以前我看有的演员演到这边 他的身段是指向天上的踩云 不对的踩云是云是云病 所以其实是惹得我的云病偏 那么云是来形容像云一样 那么轻柔的病法 可是汤贤祖用这个词的时候 把那个主体的名词病法都省略了 而用那个原来的形容词云 像云一样轻柔的 这个把这个云字当主词 当名词 再在这个云字等同于病法的云字上面 再加一个彩 可是并不是挑染染法 就是形容病法有多美 所以以斗得彩云偏 你可以想象杜丽娘此刻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容颜 然后你看 停办赏 整花店 莫揣玲花 偷人拌面 以斗得彩云偏 这么一口气这样唱下来 你看到他发觉自己的容颜 是这么美好 生命是这么美好的时候 惊喜 娇羞 有一点得意 就是有一点自惊 好 可是呢 又有一点躲躲闪闪 不敢面对 又期许 所以好复杂 好复杂的心思 通通都在这里面 好 所以这个几句词 其实是在讲他的梳妆 所以心理过程非常非常复杂 可是我觉得舞台上的表演 任何人都很难演出 汤贤祖原来文词里 这么细腻 这么深刻的 关于生命的感觉 因为台上真的很难去演 这么内心戏的东西 所以舞台上就必须转化 转化成什么呢 那他是梳妆啊 所以对着镜子 那么衣服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他里面早就穿好了 只是外面照了一个浴袍 那么现在呢 就把浴袍脱掉 就露出里面已经穿好的漂亮的衣服 头上呢 所有的花垫早就戴好了 拆还首饰都戴好了 只是扎了包头巾 而这一刻就把包头巾解掉 露出那个原来里面已经梳妆好的 那么这两个动作 那么这两个动作是用减法 是用抛弃把原来的完整性呈现出来 这是舞台很有效很经济的一种手段 你不可能到台上才在那边带花什么 可是光是这两个动作 美感不够 跟原来文词里的那个内心系 好像不够称 所以他加了什么呢 就是桌上一个镜子 春香手里还有一面小镜子 所以杜丽娘跟春香两个人 就这个我不晓得怎么形容 两个人并排站着 一起先面对大镜子 然后春香在后面 用小镜子呢 去照着整个形成一种 照花前后镜 花面焦相映 形容就是我们现在去美容院 洗头发也是 你烫完头发 到最后的时候 最后那个设计师 他会拿一个镜子在背后 让我们看前面那个镜子里面的 背后那个镜子里面 就是照花前后镜 花面焦相映 就是这么漂亮的 这颂词里面的 那么舞台上就用这样的 梳妆的配合水袖 然后配合这个大镜子跟小镜子 来取代汤贤祖原来 这么细腻深入的 优维的女性的内心 所以舞台的表演 未必是百分之百 把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 没有那么贴合文字 没有办法那么贴合 就只好用另外的东西替代 那这个替代也非常好啊 好 然后梳妆好了 梳妆完了以后 可是当时我们别忘了 杜丽娘的心情是在一种 哎哟 就是你看你害我把这个彩头 云记都输歪了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那我怎么办呢 下面要怎么接呢 下面就是我要出门了 她要跨出门槛 她唱的是不相归 怎便把全身线 你看一句一转折 半句一转折 好 接下来又要病法歪了 算了吧 我就出去吧 不相归 我要跨门槛 我们刚刚一再讲 这一个门槛多重要 我要跨门槛 我又缩回来了 我要不出相归 怎便把全身线 怎么可以啊 大姑娘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我怎么能够把全身 都露在外面 给别人看 其实都还在她自己家里 对啊 对 可是她唱了这个 哎 那么她又缩回来了 那怎么接呢 靠一句念白 春香念 哦 今日穿插的好 就是今天你 穿的也漂亮 头上的花插的也漂亮 就是今日穿戴的好的意思 是 哎 春香这么一赞美 你今天穿戴的好 嗯 那么杜丽娘就顺势 跨出了门槛 然后呢 她就接着春香的话 紧接着唱 最福归这个曲子的词 你看这两句 开头用什么字把它灌下来呢 你到 你说 春香你 你刚刚说我穿戴的好 对呀 你说的 你说我今天穿的好 脆生生出落的裙衫儿嵌 对 我今天的裙衫儿 是嵌红色的 我是嵌红色的裙衫儿 整个是脆生生 显露的如此的鲜脆欲滴 然后你说 燕金金花簪八宝田 你说我带的好 对呀 我头上也带的好 我带的花簪啊 花簪上面啊 镶嵌了不知道多少的珠宝 好像八宝都填在里面一样 整个一片燕金金 所以这两句是顺着春香 对她的赞美 然后自己挺得意的 对呀 我就是穿的漂亮啊 我就是戴的漂亮 可是马上一转 可是我是要靠这个才很美吗 我要靠这个才美吗 才不呢 我本来就很美 所以你看那个杜丽娘 有汤贤祖笔下的杜丽娘 我很德行啊 就是她那个心思啊 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这个不念爱好 要念爱好 所以目前江浙一带的方言 还有这样 就是爱美 我就是这么爱美 然后我自己也就这么美 这是天然本性 所以不需要穿的好 不需要戴的好 我啊 我天生的就是这么样的美 也就这么的爱美 把我的美显露出来 所以这时候她就有点那种 怎么讲 劲儿不叽叽的 就说 小得意的 有点得意 对不对 就跟照见镜子里 照见自己很美 然后又很得意 又娇羞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这样 那么而顺着这几句呢 是把她从闺房门出来 进入花园 然后自己检视着自己 我今天是不是用最美的姿态 最美的生命 进入一个有情的天地 一个摇样春如线的天地 所以杜丽娘此刻心中有无限的期待 她期待她出去今天会有什么 其实都在她家 对 可是汤贤祖的剧本不是写实的 是写意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半天 游园才前半都还没有讲完 才踏出一步而已 踏出一步而已 可是我觉得汤贤祖值得我们 这样跟大家分享 那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出来呢 所以下一次我们要从 这个牡丹亭 她要去的亭子到底在哪 对 搞了半天她怎么 她想去哪里被大家看见 所以我们下次从下面这一句 恰三春好处无人见 哇这句也是好多层意思 三春美景 为什么没有人来先上 可是她指的是什么 我这么美 我整个的美感 我的人就跟三春的美景一样 我打扮了半天 为什么没有人来看我 就很可爱 很好玩 可是我们今天来不及 讲到这边 不好意思 还要隔一个月 才能够再看她的心思 好 吊足大家胃口 要知道为什么杜丽娘到了花园里头 她要去哪里 以及她为什么会这么的惆怅 觉得没有人会看见她 对对对 我们在三月份最后一个礼拜 继续再请安琪老师带我们来了解你的安婷 好谢谢 好谢谢 今天真的是 哇原来光是这里就可以看到杜丽娘她的个性 其实跟我们原来想象那种非常矜持的 不太一样 她不一样 她心里面很多小剧场 对对 好可爱的一个女孩 好可爱 对对对 是 好 那么更加了解杜丽娘 我们就在下次的节目当中为您娓娓道来 谢谢安琪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也谢谢您的收听 不只是昆曲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 拜拜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